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MDL成都Major特警赛的比赛 VG对战Spirit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为什么是第二场 第一场去哪里的呢 因为第一场比赛 我原计划是跟这个E-Home的比赛 E-Home那边打Fighting Pandas 也就是E-SMI所在的那支战队 但是在看完了第一场比赛以后 我决定第二场比赛看VG了 那么第一场比赛我也没有给大家传 其实是录了的 但是为了确保大家的有限的看视频的时间 能够尽可能都看一些好看的比赛 所以就是说还是决定第二场比赛 来看看VG这边的情况 两场比赛VG这边前两场是毒狗加老虎 毒狗加老虎这个阵容 也算是在最近比赛当中很稳健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场比赛在并没有搬掉丽娜的情况下 Spirid这边也没有去选丽娜这个英雄 第一手是抢了一个小小 第二手拿出来的是巫妖 拿出来巫妖以后VG也没有去搬掉剑胜 那么这样的话 Spirid有可能会选择去拿巫妖加剑胜的这个组合 有观众问这个比赛几天结束 这个比赛要打到下周日 他也就说他要打整整一个礼拜多一天吧 应该是多两天还是多两天 所以这个比赛的整体时长还是比较长的 我没有看那个比赛中间有没有休息 一般按照经验来说的话 这么长时间的比赛中间通常会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我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去看后边的这个赛程安排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天 因为他的小组赛就全都是BO3的 如果说小组赛全都是BO3 然后到了这个淘汰赛中间没有休息的话 队员也受不了 观众也受不了 比赛第三手VG里边拿出来的是一个军团 军团这个英雄还是现在这个版本比较火的一个三号位吧 而且效果挺好的 当然这个英雄也是国外战队开发出来的一个体系 中国战队拿军团的很少 这个英雄也不算是一个中国战队之前有过任何开发的英雄 感谢大佬的头位 感谢大佬的头位 摸摸摸摸摸摸 第三手Swarron拿出了混沌骑士 这个 这个英雄也是刚刚在 这个ehome的比赛当中 ehome拿出来用了一下 感谢丁宁大佬的打赏 如果看了VG的第一盘 感觉这场也不太能看 基本VG一边倒稳赢 我现在我跟你讲 我现在解说比赛解说了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挺想看看这个一边倒稳 就中国战队打国外战队一边倒稳赢的比赛 我看看我也挺痛快的 真的能痛快痛快 毕竟这个李皮都辞职了 是吧 咱们看一看中国队这个能赢的比赛 我觉得是好事 话说这场比赛Swarron这边在第三手拿出来个混沌骑士 我觉得还是挺 挺这个 用一句 用一句这个门言门啊 叫耗子舔猫 当着军团的面 军团是非常喜欢你去拿这个幻象系英雄的 是吧 你的这个幻象越多我越开心 对于军团来说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VG里边果然是在第四手掏出来了 另外一个比较适合打幻象系英雄的大哥位 那么飞机 上还差一口手征担英雄 感谢油管里边新的狗头部员大佬 丹妮大佬 摸摸娜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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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这边拿出来的一个飞机的话 看看第四手 Spirit准备拿什么 相比赛 因为VG已经是有了一个毒狗加老虎的关键组合 那么这个关键组合就可以确保前期线上不劣势 那么另外的两个战线英雄呢 一个是军团 一个是飞机 这两个战线英雄的强度也都不错 飞机在前期有不错的进攻能力 军团这个英雄呢 就是一个实在没招了 战线我实在没招了 我就主强攻强混 主强攻这个血量一到三分之二 我就给自己甩个强攻 然后呢 通过这个带一些这个回篮的东西 不管是克芒果 还是带个王者之戒 反正只要他能回篮 这场比赛我适合用他 我就带着这个 哪怕吃小蓝都可以 就在线上强混 他出现VG的教练还是ROTK吗 是的 Spirit这边在第四手拿出来的是一个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加小小加混争骑士 这场比赛小小的输出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VG在最后一手搬了一个火猫还是很精明的 VG目前在中路还差一个英雄 这场比赛对方呢 是一个以近战冲联和小小的这个A杖扔树加马格纳斯 兽与力量加成的这么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的战斗力还是挺强的 但是前提是小小要能站得住 那么Spirit这边最后一手搬掉了一个伐木 普及这中单船长吗这是打算 他那个架势好像是有中单船长的想法 我在想这样比赛VG是不是可以考虑中路直接拿一个黑鸟这样的英雄 哎哟 滚滚 Barry的这个最后一手滚滚还是有点有点意思的 滚滚还是有点想法的 现在VG的最后一手吧 VG里边最后一手中单的位置 可选英雄多如牛毛 对于Ori来说Ori也是个英雄海 中单这个位置上英雄海 虽然是丽娜任朱莉 但是他实际上是个英雄海 中单所有的主流中单英雄他打得都很好 就拿出来一个哈斯卡 感谢丹尼大佬的5SGD SGD 大佬这个SGD我还真不知道是哪儿的这个货币 我真没见过 EURUS的直升机 羊神的军团 朋友王的米拉娜 大叔大叔为什么VG不选练练练练练 不知道 中国战队好像哪里喜欢拿练练练练练练 哦SGD是新加坡的货币什么 好吧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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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币 哦对 SG是新加坡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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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啊 那叔你说SKD1能不能坚持到赛季结束 那就不知道了呀 这就不好说了 这场比赛 其实Spirit这场比赛这个阵容挺灵性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石灵剑是这场比赛是打4号位的 就也是打4号位的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他们的阵容吧 他们的阵容是不是我之前好像一直没有跟大家说过吧 呃 这个 Spirit现在的这个阵容 他们是把之前红星的那个4号位土猫王给挖过来了 也就是这个叫以莫森吧 这个选手 他们其他的几个选手 这个小小是一个新人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中端小小这场比赛是一个新人 然后1号位和5号位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米莎 米莎还有他们的1号位 这两个人是之前伊斯巴达的 伊斯巴达的这个选手 那么他们的1号位 也就是之前去年在安娜 还没有回到OG之前 一直在这个OG打替补的那个选手 然后这样比赛 他们的阵容呢 是一个3号位的猛马 然后4号位的滚滚 5号位无妖 中单的小小 1号位CK 这个阵容整体下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吧 有想法的 但是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 至少现在这个只要一关 关到了就是一根箭 是吧 这个赶紧跑 看到这几个人以后 也是一点欲望都没有 VG上路呢 老虎也是顺利的抢到了 皮A羊也是 羊神 羊神 我们要习惯叫羊神 不能老叫皮A了 羊神也直接拿了两个神符 中路小小去兑现的话 打的是哈斯卡 我们先暂时用一会儿这个OB 看看这个OB 这个水平怎么样 如果水平比较好的话 咱们就用 如果说漏人头 加上这个切OB的这个 不是很舒服的话 咱们就自己给大家切 老虎这根箭漂亮 穿树林的一根箭 直接射中 但是军团这边一级 选择加的是一个被动 那么自己刚一上来 被对方打掉了不少的血量 下落这里关一下 不让你过来去勾兵 这个地方地外和坏啊 直接把对方的这个管管给关起来 不让你勾兵 上路这边PYW 一根箭射中远程兵 但是自己被这个巫妖追的好残啊 这个巫妖这里要拿一血 想要强行 没有能够成功 这里在往下面追的时候 PYW已经提前跑到了左侧 这样吧 没有找到机会 这边看一下飞机给上一个导弹 但是由于老虎不在 所以下路的这个飞机下土狗 是没有什么 至少在一级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这里阳神又是被对方追了一波 看一下这里 Misha给上一个技能 晕两秒 那交一血了 哎 哎呦我去 这个 这幸亏最后这一个PYW 没有触发圆顿的格挡啊 这要触发格挡的话 没打死 这就尴尬了 大叔你下午跟谁的比赛 下午肯定跟IG的 这个毫无疑问呐 阳神现在在上路的补刀方面呢 还是日子过得比较紧巴巴的 因为这个老虎 呃 四号位PYW的这个老虎感觉在前期打着这个进攻的欲望 还有 还是挺强的 是吧 这波我们看着这个老虎还是挺强的 还差一下 直接跳过来 还漂亮 而且PYW这个地方 他身上的小蓝也没有被打断 只不过小小这个地方很漂亮 他找了机会直接把鸡给杀了 在马上要到三分钟的时候追到这么深的一个地方 然后把鸡给杀了 回头用了一个山崩去解决一下对方对自己可能形成的这个追杀 这波神灵武士也是没有继续去给这个追着小小给火毛 我也是没看懂 他其实血量还可以 不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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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看这个 哎老虎这个地方找的机会是带走了一个带走对方的中单小小 因为中单小小刚才状态已经很残了 刚才这里一个导弹追过来 然后一顿血 nice 这波打对方的孤独能打得很成功 血量也是很低了 这个宫关已经被压到 这里阳神给了一个压倒行优势 然而这个冰还是被对方反补了 可爱情 想拿压倒行优势补个刀都不让吗 欧瑞现在在中路的补刀呢 是20-7 对方的小小只有11-2 已经把对方这个中弹小小给打爆了 当然这个神灵武士 在中路打个小小的话 还是这个是吧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 应该是不大的对吧 这好在是双两级被动 好在是两级被动 这边 回解还是回的比较快 大家是双户二 这波要不是双两级被动 加双户二的话就没了 对方那个小小看准机会的 这一波进攻 还是让欧瑞里边两腿之间一凉 观众说差点奶死 这个官没关注 可惜了 这个地方原本是想走一个用关加导弹的组合 也就是说飞机里边先放导弹 放完导弹以后呢 然后马上关 这样的话可以等一下这个导弹启动的时间 比利老虎给了一根这个黑夜的剑 但是由于对方这儿就有一个视野 所以这样的话老虎已经没有剑了 没有剑呢 我就可以随便的追杀你了 不过好在阳神这波身上有大魔棒吃完了以后再加上压倒性优势 再加强弓 把这个上路战线给站住了 相比在这个从红星挖过来的土猫王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座位啊 这个滚滚 到现在为止等级只有二级 还没有升到三 然后呢在下路的这个混线方面也没有能够给自己的队友提供太多的帮助 但是说话都不利索了 我这个刚解说完了一个美国的比赛又跑又解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比赛 我这个时差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倒回来的 我不会等这个比赛到一半的老虎这根剑圈是射中了这个 这不对呀之前这个选手是我最看好的一个四号位啊 这怎么打成这样的这场比赛呗 那现在欧队这波可以把这个小小直接打死到这个地方 有小小的这个投掷 这地方 PiW如果没在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追死的 应该这里双发心落打上去 对方小小这里在巫妖的一个这里要扔一棵树再砸你一下吗 没有啊这里欧队过来吧欧队过来吧 欧队要给打吗应该不给 这个位置要给个大招禁树林的话有点尴尬 谢谢特朗正大佬的打赏 默默的 默默的 你看我的选手永远会变nice 谁说的 我之前看好的多宝战队对吧 虽然多宝解散了 但是欧队打出来了呀 我看好的阿米尔我都看好了两年了 你说阿米尔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世界顶级中单 我看好的nice她也是这个很厉害的一个 这不是我买的 只不过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英雄的问题 英雄和阵容的问题 看看这块关一下 这个关的时间好像有点小尴尬的 这个地方 不过还好 关键组合出来了 这个地方原本计划是我 发一个 哈哈哈 这个点 哈哈哈 这个点点可是打得还行 这个点点很关键 诶 这里中路 偶尔怎么突然间就被对方四个人围角了 这个原本 马格达斯看到对方的导弹和关的组合是完全失误了 发了一个 准备炒捧一下 结果没想到一根箭钉在了屁股上 但是你得拉回来 这独狗关一点对方的CK 然后再接着跑 但是这个你想跑得掉的话是 嗯 是吧 这个CK他不追了啊 CCK不追了 CCK里边应该是自己的 拉着一级 拉的CD太长了 不看了 你可想看 shit 还给你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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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百 Office 不错的是吧 哎呀这里小小 哎军团这里上来 直接冲着这只鸡就来了 开了个加速 一个决斗 洋装进攻对方的鸡 哎这被打了一个脚蟹 这个脚蟹好尴尬 鸭老师打出来啊 马甘纳斯一个大 这个地方在顶 哎这个顶 哎呦这个小小的山崩 加上这个顶太nice了 而且小小这个地方 还看一下儿漂亮 DIJ最后的一个 爱影巨头很精髓 这个很精髓 老虎跳过来一个星座 不过伤害似乎是不达够 看看CK拉一点老虎 大晕两秒 导弹打中后排的一个滚滚 但是只有很少的伤害 这里滚滚一个戳 一个配地板 一个戳 哎呦还是戳死了 漂亮 这个地方 TW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逃掉 那么这样的话 伤害人都是被对方追到了7比5 B队前击积累出来的优势被对方打没了 这边损失很惨重啊 关键是这个神灵武士作为前妻比较肥的一个点 他这波的损失有点大 而对方的小小这波是抓住机会找回了一些场子 虽然经济和经验都没有提升多少吧 但是也算找回了一些机会 大叔已经学会在上半剧留余地了 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主角了 看见这个地方上来提供视野 然后CK往上追 准备给拉 准备给拉这个地方 有没有视野 有没有视野应该能追上 这个地方追这个毒狗 我怎么感觉这个比赛看到我这么迷的是我没睡醒还是他没睡醒 我感觉他比个时差调的比我还差 这个比赛看到好欢乐 看下这里老虎在中路 现在在补经济 那现在其实已经到六级了 那在补满级的这个星路 轻落的伤害是很重要的 我怀疑大叔边看主舞台边故意反着说 我哪有 我哪有那么好的电脑呢 还能 还能一边看着主舞台 这个地方漂亮 这个地方是找到对方的一个巫妖 但是飞机这个水线还好 老虎支援过来了 然后带走对方CK CK对方吃了一个魔棒 再拉一下 还想再打一下吸血 但是没有打出来 这个暴击落到时间 然后飞机拿到一波双杀 飞机拿到一波双杀 飞机拿到一波双杀 有人都是来到十比武器 团队经济领先了四千加 这个团队经济领先的优势 基本上都是靠着中路创造出来的 神灵武师现在的经济已经追上了飞机 而且是在飞机刚刚完成一波双杀以后 对方的CK这波节奏被断还是很伤的 Sperry的这个1号位 就之前一直在OG给安娜打替补的1号位 给人的感觉就是 基本功很扎实 但是天分上面 天赋上面确实还是差了一些 说实话是真的差了一些 你看OG的一个战队 就是只有打安娜 在安娜不在的情况下 他们是一个连这个major 都拿不到什么名次的队伍 是吧 然后只是把他换成了安娜 换回安娜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TI冠军的队伍 对这个天赋和灵性上面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看看这个地方大招上来以后 对方直接是开车滚走 开车滚走 这个滚的时机掌握的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拨这个车开的也是很稳 然后转过来以后 还配合自己的拨 找到了一个老虎 马格纳斯的大招就这么交了吗 也还好吧 13分钟马格纳斯这个大招交就交了 这个问题不大 20分钟之前 能杀掉对方一个点的话 这个大招就不白交 稳稳的这个大招更无所谓了 cd比较短 想好现在身上的装备呢 是橡尾鞋双库挂 然后准备去先做一个连击刀 并没有打算先做跳刀 现在团队的经济 VG里边已经领先了5000加 5号位的经济就领先了有小两 呃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 那中单的位置的经济领先就更多了 现在对方的中单小脚被打的 还不如3号位军团肥 只有ck的经济勉强能跟得上 而且这样的比赛ck选择的出装 是走了一个b张 然后做bkb的路线 呃b张加bkb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只能这么出 但是没什么用 CK这个英雄特别有意思 这个英雄是一个 就是高分路人局里边 胜率蛮高的一个英雄 但是比赛里边一直就不行 一直就很弱 还是强度不一样 这个地方是过来跟飞机两个人 打个如三盾 对方这个时候 因为马格纳斯没有大 没有过来抢 加上正好是刷神服的时间到了 两边都会把主要的这个时间放在神服上 不过你还别说VG这个打盾的时间 挺讲究的 他正好是卡在双方都开始准备去在神服点 做文章的时候 跑来打这个盾 而且他们在打完这个肉山盾的时间 刚好是对方在抢完神服来不及过来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有想法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但是这个时间真的有想法 这边飞机一个大招打出来以后 看一下足够关 反打 决斗拿到公平力 美斯兹 欧瑞的一个大招 直接被对方打出了一个脚蟹带走 漂亮 这样的话阳神完成一波双杀 而且刚才欧瑞的这一个心眼这个技能 把对方打出来一个脚蟹顶走 把飞机给想要救下来 虽然最后没成功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成功的把飞机救下来 但是这波反打非常成功 最终是完成了一波飞机的一换三 而且换掉了一帮三号位 马格纳斯加一号位 CK还有五号位的巫妖 再加上让军团拿到了攻击力 完成双杀 欧瑞这一波也没有交盾 可以说这波团战是打的已经很成功了 如果他们的队友在这一波 就是如果他对这个五号位 咱们讲道理的时候 假设说五号位是个神域的话 这个地方飞机是能救下来的 欧瑞罗D以后 对方的小小直接选择是一个TP 然后还要发一个疑音嘲讽一下 他说这段时间 VG已经开始把自己的一个优势节奏打出来了 最近又是一波节奏找到对方的CK 这个CK这招好像是没有大的 飞机大招砸下来 导弹砸中决斗给上去 但是对方的滚滚这个时间掌握的很极限 还是没救下来 可惜了 滚滚这个位置 其实大招的位置和时间已经找得非常的完美了 差一丁点就能够把这个攻击力不让对方加上 死是肯定要死的 对方这么多技能摔你眼上 这么多人在这儿 这么大的经济优势和等级优势 死你肯定是要死的 你这个小小还在这儿浪什么劲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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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键没中 这根键稍微慢了一丁点 马格纳斯这里往回顶一下 独妖阴险凝视 加上一个大招甩出来 这个大招最终是撞到了这堆幻象上面 看见幻象还在前面开视野 这里又是一个戳 这个车的伤害好高 小小TV二连加一个波 直接把老虎给带走了 下路因为欧瑞没有来欧瑞是在下路推塔 VG这个阵容应该是不难处理CK 是啊 这个阵容很好处理CK的 CK是很咪的 到ehome的TA打哈斯卡直接钻野 然后编神小小秒杀哈斯卡 感谢小驴他哥赠送的飞机 谢谢大佬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这里一个决斗加老虎剑加双发星路 帮他拿攻击力 nice 很极限啊 带着这个小驴他哥大佬的增送的飞机啊 非常感谢 摸摸哒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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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ody这个阵容打到现在这个状态就已经可以说是巨大的巨大的那是了 在有马格纳斯的情况下 这个小小的经济现在很僵硬 啊 穿战甲又是个4号位 然后1号位的CK难堪大佣 看个老虎这里要射箭吧 还是射出来了这个剑 但是这根剑被挡了 又是被对方的这个穿上甲给挡了一下 应该飞机 大招 这个大招能砸成两个 还在找机会去切 对方的CK 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大招 BKB开起来 然后Origel要准备卖盾 马格纳斯这个大招 基本就算是给空了 不要的大招甩出来 小小这块的VT2连打得不错 直接带走了一个老虎 但是军团找到机会 决斗小小拿到攻击力 对方的CK 是靠着自己的B张 加上BKB 强行的逃生 成功了这一波 但是自己的小小被对方决斗致死 再加上巫妖 两个人换掉了对方的一个老虎 还是被VG压着打 VG也是继续保持着 自己在这个局面的一个控制力上面 面对这个 VG在面对 就是实力不如自己的时候 对于局势的这个控制力是 确实是强 这是这支战队 被历来的一个传统 也是他们能够去确保自己的这个成绩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在打这个实力不如自己的战队的时候 是真的稳 这个GhostK应该是直接 哎呦 这个地方最后还是被烧死了 这个狗狗开车 过来找欧瑞 狗狗关一手猫 看一下这个被拉回去了 将团欧瑞被打死 哎呀 别闹 也刚说完本 这个地方 追的太深了 对方直接从圣坛处支援过来 变成了个二换一 而且神灵武师的节奏被断 还好 现在团队经济领先的优势 容错率还有 阵容的容错率也足够高 说白了就是欺负弱者是强项 其实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在面对这个实力不如自己的战队的时候 能够确保一个稳定的胜率 这个说明你这支战队的下限足够高 一个战队只要在下限足够高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确保一直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 这个就像 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就看NBA对吧 这个头几千年 这个GDP组合在的时候 在这个马刺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这里一根剑射中 就是被对方抓死了一个军团 阳神这位抓死以后 飞机果断的一张TP去上路刷钱了 一个战队的下限足够高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这支战队上限再高 你说我这个战队 整支战队实力上限再高 但如果你的下限不稳定的话 你的成绩是没法保证的 而VG这个战队这几多年 他靠的就是他的下限很高 他就很稳健 面对强队的时候 不容易出现太明显的失误 而且他的打法保持的一直都是一个 就是坚持了自己的一个打法套路 虽然说有的时候在优势局看起来 会相对不像有些战队 不像国外 尤其是独联体赛区战队那种 我优势我就直接追着你干 不给你机会 打得那么这个血外喷张 没有那样 但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节奏 并且把这个东西打成自己的一个特点 而且保持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和战绩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的能力 这个要认可 一定要认可 这里看一下乌妖 一个阴心凝射 不过这波乌妖要决斗 给攻击力 凶击这帮人是真的能 真的能少 再次感谢一下小驴堂哥大佬的又一架飞机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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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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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ringinal 让战绩 上次 化解尴尬 没有什么尴尬的 你看VG现在场面多稳 优势很明显 双大哥经济领先 三号位跟对方中单经济差不多 老虎的经济比对方的三号位还肥 不尴尬 没有什么尴尬 大叔你的脸都不对屏幕了 对着呢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的问题 我去调整 这里无妖的一个大招 给上了军团 这里一个决斗 又拿到了攻击力 现在军团的攻击力已经足够高了 再看一下老虎 这个位置被对方撞了一下 不过还好 隐身隐身 隐了一下 这里给上一个心眼顶一下 但是滚滚的这个车 直接撞死了毒口 你CK拉一下 小小VT二连打一套 直接把你这边的 这没死吗 还是打死了 我还说杨神这个地方 看着刚才已经死血了 情况居然跑出去了 但是最后小小扔了一棵树 直接把杨神带走 飞机大招 第一件砸撞 第二件砸不到 这自己回来挨了一下 咋可爱情 这样应该是小灰头给上一个山崩 来化解一下对方对自己的追杀 但是没有成功 还是被直接追死 所以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 是打成一波三 换二 对于Sparate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 对于Sparate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这一波团战 打下来以后 是只亏了一百块钱 而滚滚 这是一波肥 再加上CK这波没有死 所以还是可以接受 我的这个小浣熊出了问题 我重启下这个小浣熊 大家稍等一下 小浣熊不好意思 小浣熊就不想理你 这是小熊帽 这波肉山 开下这个肉山 这个地方又是开车 开车这个位置不错 欧瑞赶紧开BKB 欧瑞这个地方血线有点尴尬 这又是对方的CK 进来想要强行抢盾 能抢到吗 叶眼军断打掉了肉山 CK抢到了盾 小小的排气泡也开出来了 欧瑞被带走 啊 阳神这个地方想想一双光流注 这情况不对呀 这情况不对呀 肉山盾被对方抢了 飞机这个地方赶紧往回跑 地外也是被对方找到 被CK找到了以后 带走了一个地外的毒狗 奶酪在谁那儿啊 看看这波奶酪有没有被吃掉啊 我先看一下 奶酪是被吃掉了 飞机这波把奶酪吃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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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现在23比17啊 23比17这个 大家不要急啊 大家不要急 大家不要急 我们来分一下场上的局势啊 现在飞机的经济跟对方CK还是差不多的 这个经济上没有落后 而且现在飞机在下路还有刷钱的空间 对吧 呃 整领武士 现在的装备呢 BKB加上B章 然后再出强席 走了强席的话 打CK会稍微输入一点点 看下这个地方CK现在身上也就是有冰眼 看下这波能不能打掉盾 漂亮 这个盾已经打掉了 打掉盾以后 这条车又开起来了 天洋 洋神这个直接决斗给上 但是对方这块一轮迫击炮上来以后 差点把洋神带走 马格拉斯一个大打出来以后 但是欧瑞并没有中 欧瑞开始BKB 尤瑞斯的飞机也开始BKB 并没有中对方小小后续的VT2连 这样啊 洋神在前面吃掉对方所有的输出以后 保证了自己双大哥的一个输出空间 这个地方小小再一个排气棒甩出来 这个排气棒直接甩死欧瑞 这个好高啊伤害 独狗再往前追 飞机往前追 老虎跳走 防止被对方的小小找到机 换一个导弹堆脸 弄死他 漂亮 尤瑞斯的飞机完成了三杀 经纪稳固了全场第一的位置 这波打完了以后 飞机输出爆炸了 打了5600的输出 神灵武士打了5984 将近6000 虽然最终这个神灵武士还是被打死了 但是他两次心炎 再加上几次输出 还是打出来 这个不停的火猫的输出 还是打出来不错的效果 对方小小的这波两波排气棒 伤害有点吓人 现在团队经济差呢 在3000块 飞机现在身上的装备是A杖 加上雷锤 加上一个BKB 然后相为战鼓 加一段装备 做撒旦 这个中路进攻 因为实在是战斗力太少了 对方开始被击杀的人已经复活了 大叔隔壁以后我们12比2了 果然是你看谁谁输 没输啊 你看BG现在 飞机装备好了 这样还用怕吗 对不对 飞机的装备一起来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这飞机 它是绝角玩的呀 打完一波团以后没有办法 扩大优势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团队打完了以后 兵线都太不理想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扩大优势的地方 推塔高地肯定是上不去 对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外塔 可以让你马上去拔肉身 现在也没刷 所以能够去扩大优势的地方几乎没有 只能是去刷钱 这个没办法 一会儿拒绝者省BKB 不会 拒绝者他还是比较稳的 比较稳的 这机里边 撒量还差一千块 他的撒量就要出来了 这个正面团就会好打很多 因为现在下一步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控到下一个肉山盾了 下一个肉山盾是这样比赛主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因为有了肉山盾的话 飞机基本上就不用 或者说这个 神灵武士就不用害怕 说被对方马格纳斯大助了以后 被CK开大招 加上小小的这个排气炮一波直接秒杀 他只要不怕被对方秒的话就好打 现在VG这个阵容最害怕的就是 对方第一波上来秒你一个大哥你就很难拿 留给神灵发挥的时间还有多久 留给神灵发挥的时间基本上没了 其实这个时候神灵应该考虑 说实话应该考虑做个黄盘 虽然强袭他肯定是得出啊 但是出完了强袭以后真的 这场比赛打CK打CK打小小这样的阵容 出个黄盘不丢人 CK跟小小这种 尤其是大哥为小小 这种带着马格纳斯 受与力量的CK和小小 出个黄盘去顶对面第一波输出 真的不丢人 这大叔自己说的时候似乎都不答信 我信我怎么可能不信呢 神灵自尊 是世界上最好的大优盘 神灵自尊 这就是对方了 这个就是对方的 是对方的 是对方的 你不许是对方的 大叔这时候神灵龙心刃甲当功能性肉打行不行啊 他本来也应该是去出龙心这个道具的 这个跟他是不是打这个功能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一半二打到三千徐不报的N次解说N次解脱 跟你说这要输了就因为你这个ID 感谢李泽伟大佬的打赏 刚刚腰路子玩了把五号位神灵武士顽客三二位CK 看老虎这根剑射中CK赶紧往回跑 对方这个时候CK的装备已经是有了龙心加冰眼 已经五千血了 开B张五千五的血量 打不死 打不死 VG这场比赛 现在的输出已经打不死这个CK了 开车找到毒狗 毒狗第一时间被秒了的话这就尴尬了 开个技能拖一拖时间 关一下对方的一后位CK 但CK太硬了 马上C跟大 大住两个大哥 五号这个大招在两个大哥之间疯狂俗俗 然而两个全是BKB 这样啊五号大招没狼背掉 看看军团 这个地方开着刃甲不敢决斗 压倒行为室 清一下对方的幻象 第一件没清掉 又是直接被秒 这个一个决斗给上去 再带走对方的一个小小的穿山甲 但是看到对方这两个大哥的壮汉 还是毫无办法直接被小小一套技能带走 这波团战下来以后 Sperity应该是翻盘了 这两比三应该是赢了 Sperity 现在这个天赋上面选择的是山峰伤害攻击力 抓住CD 然后呢 靠大招 靠大招所带来的一个护甲加成 输了 这场比赛已经输了 那这下一场比赛 我应该看ehome 还是应该看VG呢 我现在有点不知道了呀 我第一场比赛看ehome ehome输了 第二场比赛看VG VG的大U输了 第三场比赛我应该看谁呢 我们去看TNC吧 这比赛怎么结束呀 下波吧 下波 哎呀 VG的这拨开悟 这拨开悟过来以后想抓对方打盾 但是对方这拨并没有打盾 一个CK在那儿等着 这拨开车开车滚起来 第一次这个地方看一下一个箭射过来 军囊开启了BKB一个决斗给到对方五千血 一个CK身上小小排气炮 瞬间秒掉两人 第一次游户开启自己的BKB往前顶了一下 但是打不过了 小友扔起来大骨灰套脸上 哈斯卡选择了满活 但是赶到战场的时候 战场上已经没有绿字的人了 全部都变成了红色血条的单位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打GD了 独狗这拨选择了满活 但是这个满活并没有什么效果 BAROL的这边也是赶紧抓紧一些时间 鱼音轮盘一波 这个鱼音轮盘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中国战队极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你看自从老干爹学会了这个鱼音轮盘以后 学会了这个打赏和疯狂的发鱼音轮盘以后 他们就成了中国最强的队伍 所以这个VG什么时候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练出来 他们的实力应该也会有一大阶的提升 崩盾罗瑟丸手里剑太凶了 有呆老干爹 没有啊 老干爹现在确实是中国最强的队伍 这没问题啊 这一刀 我去 压着手艺力量一刀一千多 直接一波兵线就摸了 还能其实25级 A1杖的滚滚也离了 A1杖滚滚 这里CK开大 被对方给上一个心眼 这里滚滚直接撞回来 拉回来对方 铁阳 但身上的这个脚械的效果还没有消失 还没有打出来第一波伤害 这个时候 自拉过来以后 直接瞬秒 老虎被秒掉以后 开始去拆你的建筑 这个拆建筑的速度 也是快了 那人发指啊 赶紧开个塔房 赶紧开个塔房 掩护一下 在这里 一个罗丘丸 封盾手里剑 如果这样的话 打出来 UOS开启了自己的撒弹 把血吸回来 对方 你得点上一个大骨灰 扔一下军团 军团就给JV秒 看看JV G了 没办法 UOS UOS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家里边 但是自己的所有的队友 都已经是买活死 没有买活了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场比赛 VG是7败给了Sverage 没有能够把这场比赛压制住 这场比赛还是可以给大家上传一下的吧 虽然说中国战队并没有赢 但是整场比赛看下来呢 没什么尿点 39分钟60多个人头 整个比赛这个能看的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希望中国队能够去吸收这些输掉比赛的经验 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打回来 好了 我是三号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场比赛就先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 那么问题来了 下场比赛到底应该看哪支队伍呢 哈哈哈 神赞 可握 什么 什么 什么